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的时候呢 澳洲央行也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率先实施降息来刺激经济帮助战胜疫情的国家 但是下午降息之后呢 澳洲股市并没有出现连续的上涨 反而还有所回调 最终在收盘的时候呢 从早上的上涨2.1%变成最终上涨0.7% 那么在上证和深层方面呢 整体来说是轻微上涨 幅度都在0.5%到0.7%之间 欧美方面 英法德整体来说有1%的上涨 但是美国股市就比较奇葩了 美国的这个美联储啊 原本是在3月17号才开会 但是由于疫情紧急 因此在昨天临时召开会议 突然宣布降息0.5% 原本这个消息是非常之好 但是美国股市很不给面子 依然下跌了3%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呢 随着这个美元降息0.5%而出现了大涨 目前金价一样司报价1634美元附近 而石油价格呢 则从昨天的高点有所回调 但是依然要比周一时候的价格上涨大约10% 目前一桶美国石油报价47.40美元 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澳洲央行 昨天降息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我们知道呢 在2019年的下半年 澳洲央行在五个月时间之内连续降息了 几乎有三次 但是呢 三次之后澳洲央行也说我要缓一缓了 这个时候呢 要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对经济有所帮助 之后再做决定 但是呢 这一次的疫情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意料 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 当时澳洲所有的机构和这个银行都是预测呢 在这周二的降息可能性仅仅只有12% 也就是说连两成的可能都没有 但是仅过了一个周末 周六周日之后呢 到周一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判断 到周二的时候肯定会降息 降息概率达到惊人的100% 连99%都没有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那就是疫情在日本 韩国和意大利的快速发展 让这个全世界呢 现在非常担心 疫情在全世界大范围爆发将会拖累到全球的经济 那么在昨天降息随后发布的新闻招待会上 澳洲央行罗航长也说到 目前在全球爆发的疫情已经影响到了澳洲的经济 因此澳洲央行决定立刻回应采取降息来保护澳洲经济继续发展 他说到呢 这次的疫情对于澳洲来说呢 已经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主要是在目前来看是教育和旅游两大产业上 而且呢 这次疫情也会影响到民众对于开支的需求 也就是说大家会因为担心疫情而不去聚众吃饭 不出去国内的旅游 或者呢 不去商场人多的地方买衣服 这都会呢 拉低经济 同样也会影响到很大程度上的中小企业就业 比如说咖啡馆也好 餐厅也好 小商铺也好 如果客人不多 他们势必就要采取部分的临时人员 那么也有一些好的消息 比如说这次澳洲央行也说到 他们预计在今年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 依然将会上涨 而且伴随着昨天的降息 将会继续的刺激到澳洲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扬 那房地产价格很大程度上呢 只要房地产或者房产的价格没有出现大跌 那么人们的心中的这个底啊 还是比较稳的 那我也是 我还要另外说两点啊 就是昨天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天啊 这个澳洲的各大的超市都出现了抢购热潮啊 从油 大米 就连厕纸呢 都发生抢购 柜台上一个厕纸都没有啊 针对这个情况呢 澳洲昨天三大这个纸类生产企业 也联合出来发表声明说道 现在澳大利亚生产纸浆的原材料啊 不需要从中国供应 可以在本地解决 加上三大生产厂商主要的生产基地 并非处于闹市区 因此周围的人群 我们说的这个劳工啊 需这个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 特别是在澳洲的一些小小镇上面 本来工作机会就不多啊 突然现在要招比如说100或者200个工人 每天给他300块钱 会有很多人来应聘 因为在这些小镇上 目前的感染率为零啊 而且呢 三大生产厂商也说到 目前澳洲人口2400万人 以现在的生产产能 你可以足够应付 所以大家不必恐慌啊 所以呢 如果您看到我们的视频 应该知道啊 其实呢 不用着急的去抢这个厕纸 厕纸有什么好抢的 我真的是不明白 澳大利亚又不是委内瑞拉 也不是香港 如果连个厕纸都生产不出来 那你说还丢不丢脸 那再说到第二点就是呢 这一次的降息并不是最后一次 我们知道现在的疫情并没有进入顶峰时期 对于全球来说 因此 在未来一到两个月 两到三个月 如果疫情继续恶化 澳洲央行很有可能会再一次动手 降息 那么现在的利率已经是0.5%了 再降一次 就到0.25% 在到了0.25%之后 即便是不会有第三次 今年第三次降息 那个时候澳洲央行 就会将会动手实施 更加厉害的刺激政策 也就是美国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 采取的量化宽松 也就是印钱放水 那么随之而来的 不论是降息也好 印钱也好 都会对货币的价值产生影响 通过拉低货币的价值 来推动全世界对于澳元资产的需求 毕竟呢 原本是10万美金的股票房子 假如啊 现在澳元汇率低了 国外的国际投资者 只要用9万美金 甚至于8万美金就可以买到 那么也就是说价格低了很多 包括澳洲出口的铁矿石 虽然是以美金计价 50美元一吨或者60美元一吨 但是利润换回来的澳元 会比原来更加多 这对于澳洲的出口业来说 将会获得更大的利润 所以澳元的降息 毫无疑问将会帮助房地产 帮助出口 以及呢 帮助我们说的叫做 这个借款人 就是你去借钱的 你的成本会更低 但是与每一次金融危机一样 这一次的疫情 也依然会使得穷人更穷 富人更富 我们这里所说的富人 并不是说那些亿万富翁 不是比尔盖茨这些 而是说的是 有产业的和有投资的人群 因为央行不论是降息也好 印钱也好 它保护的 第一保护的就是房地产 第二保护的是股市 即便是股票有所下跌 央行和政府也会实施全部的政策 来维护住市场信心 不会让它崩盘 因此对于有产业的人来说 对于有房地产和股票投资的人来说 这次的疫情 政府所做的各种政策 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人 那么最惨的是什么呢 是生活在 其实是生活在温饱边缘的 比如说是打零工 打散工 或者是依靠着这个零工和散工 来支付房租的那一部分人群 他们受到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作为我们金融从业人员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这个市场 也没有办法来告诉大家 未来的政策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 已经出来的情况 给大家做出一个相对于准确 而又明确的分析 比如说现在是红灯 告诉大家前面不能走 现在是黄灯 大家需要引起注意 现在出来的是绿灯 我们可以向前走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再来说一下美国 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第一个降息的 但是美国的反应也非常快 原本我们说到是在3月17号晚上才开会 决定要不要降息 但是美国昨天临时开会 决定突然降息 而且降息幅度超过澳大利亚 为0.5% 但是在这么好的政策之下 或者说是这个推动之下 美股依然是非常的不给面子 整体的三大指数还跌了0.3% 但是我个人并不是太担心 因为我知道即使美联储也好 澳洲央行也好 他们这个快速的反应 实际上就给予了投资人 和给予了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 什么信号呢 就是如果情况恶化 各国的政府和央行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只要情况有变 他们会立刻动手 这次不行再降 再降再不行再印钱 再印钱再印钱也不行 政府开闸大量的减税实施 包括开始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都会出台 所以说很大程度上 我们知道疫情 它不是我们人类可以预测的 它爆发是非常的遗憾 但是目前全球对它的重视程度 和准备应对的手段 大家都已经看见了 这个对于市场稳定的信心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怕的是什么呢 就怕的是再严重 政府也无动于衷 央行也没有政策 这个是投资人最怕的 跌不可怕 只要有政策来兜底就可以 长反而会担心 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会出现大跌 所以在昨天澳洲和美国 连续降息的背景之下 这场比赛已经给出了明确的信号 就是裁判随时准备好 改变比赛的规则 来满足观众的需求 这个是我们切记要注意的 另外多说一句 各位如果现在准备买房 还没有买房的朋友们在澳大利亚 千万不要继续等待 因为这一次的房价 不会因为疫情而下跌 反而会因为澳洲不断降息 甚至于最后动用 印钱手段 而不断上涨 所以您如果要在澳洲买房 还是今年要 趁早为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和问题 随时联系我们 电话8658-0602 和8658-0603 公司地址是在 墨尔本市中心600号的 Bork Street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